欢迎同学们回到星球经比的德语课,我是Claudia 今天这节课呢是我们第十单元的Grammatik 语法点,又到了语法内容了 但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语法点呢非常的单一 原因连接词,结果连接词以及原因介词 好,那么注意到这里用的是Connectoren 注意,这个单词呢在语法上是一个专业的语法概念 它指的是连接词 所以起到语言衔接作用的一种词类通称为连接词 它跟我们之前学过的Conjunktionen 所谓的连词意其实还不太一样 OK,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会具体的讨论到哪些都是属于Connectoren 这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一个基本的语法点 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一个复习回顾性质的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内容点呢 我们在之前的语法当中就已经全部学习过了 所以今天这节课呢只为了帮大家做一个整合调整复习的内容 我们来回顾一下哪些点哪些内容可以表示原因 哪些又可以表示相应的结果的这样的一层意思就可以了 OK, sehr good 好,所以抓重点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同学们需要掌握的是分成两个部分的语法点 哪些是表示原因意义的连接词 以及哪些是表示结果意义的连接词 OK,好,下面呢同学们可以把书本翻到187页 或者说翻到188页 那么这两页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语法部分呢 有非常多的例句,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句子啊 那么编者编杯1编终极一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其实把这部分的内容非常笼统的 都给大家加了一个小标题就是 Connectoren mit Causale und Consecutive Bedeutung 把它统称为带有原因意义 或者说带有结果意义的连接词 也就是说下面所有的例句当中 所出现的一些加粗加颜色的这些单词啊 短语啊 它都是表示连接词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连词,对不对 所以呢这部分的例句呢 Claudia给大家做一个重新的微调调整 下面呢我会给大家分成四个部分 来具体的学一下 哪些是连词,哪些是介词,哪些又是副词 OK 好,分成四个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首先 A Causale prepositionen Wegen, Aus und Vor 这三个介词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 这是我们在Lektion 2的Grammatik当中 所学过的三个表示原因的介词 都表示因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For跟Aus之间的区别吗 下面呢我们就用书本上的三个例句 再来好好地复习一下 第一个, zum Beispiel Wegen der Zeitnot 这边使用的是Wegen这个最基本的第二格的原因介词 因为时间紧迫 Wegen der Zeitnot 因为时间紧迫 什么样的时间紧迫呢 是由于功过于求所引发的这种时间的紧迫 那么很多的活动就被缩短了 压缩了,对吧 以及和其他的活动呢 合并起来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文章当中学过的 有的小孩子呢可能会在做作业的时候 一边写作业,一边看电视 这个就属于把自己的一些activitäten kombinieren also zum Zeit sparen 为了节约时间 OK,这是第一个句子 我们要掌握基本的Wegen的用法 表示因为 第二点 学用的介词是Aus 大多数的男人呢 因为兴趣 出于兴趣而从事原意劳动 会做一些Garten Arbeit 我们这个单元当中有学过 男人的动手能力强不强的吧 德国男人以及中国男人爱白动手 爱白做手工劳动等等 所以从这个句子当中呢 我们又非常好的去复习了一下Aus 这个介词 mit-dative 接三格 它同样可以表示因为什么 但是它后面的原因呢 往往是一种主观的 比较subjective 或者说是bewusst 是有意识的一种原因 是我主观上对某事产生了lust 产生了interesse 产生了兴趣 所以我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好,下面第三句 tretens 这个单词 这个组合经常会用到 它也是占一个成分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句子的内容跟第一句 是一样的 出于前面所提到的这种原因 就怎么怎么样了 OK 好,下面一个句子跟第二句的意思 是一样的 Virtens 来做一个connector 一种连接词的成分 因为前面 对什么感兴趣了 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OK 下面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句子 Next 用for Finftens For laute aufregion 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真的激动 它说不出话来了 它语色了 OK 这里呢 for表示原因 因为什么 接三格 那么它跟aus 相对应的 后面往往是接一种 objective 客观的 并且是unbewusst 下意识的因素 比如说我因为冷而发抖 这个冷是你不能控制的 这是一个外在的因素 因为冷而发抖 或者 因为开心喜悦 而怎么怎么样 OK 这是我们简单复习了一下几个 表示原因的介词 千万不要忘记了 也不要忘记它的区别 下面一部分呢 我们分成 我们来看一下 表示原因的连词 又有哪些呢 主要有四个 常见的其实是前面的三个 zum Beispiel weil oder da und denn 一定要注意 weil跟da 是站位的 而den 是不站位的 第四个呢 比较少见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单词多一点的一个连词 它表示一个概念 aufgrund dessen das 因为什么 因为的内容呢 放在das同句里面 那么这个比较复杂的连词呢 其实源于介词 aufgrund 是一个接二格的介词 表示因为什么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连词 当做一个固定搭配就可以了 待会放到句子当中 去理解一下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zum Beispiel erstens 这句话跟刚刚的内容 其实是一样的 weil dieses 合并了 组合起来了 ok 好 还是用这句话 但是呢 我们替换一下 用另外一个连词da 那么我们知道da 它使用的结构呢 跟weil是一致的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单词换一下 其他的成分是保持不变的 zum Beispiel 这句话呢 中文呢 是一样的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第三种 用一个不占位的连词den 所以呢 它后面 紧跟另外一个主语 den dieses angebot provociert angefuhrde Freizeitnot laut studie werden dieaktivitäten verkürzt oder mit anderen kombiniert 好 这句话的中文呢 也是一样的 最后呢 我们看另外一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连词啊 要出现三个单词 dass 里面带一个原因 aufgrund dessen dass dieses überangebot angefuhrde Freizeitnot provociert werden dieaktivitäten lautstudie verkürzt oder mit anderen kombiniert 因为这种 功过语求 引起了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呢 就被缩短跟合并了 ok 好 这几个例句呢 都是书本上啊 它的内容也是一致的 所以呢 只要大家灵活的去替换 不同的原因连词 掌握它的用法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第三部分 还是连词 但是换成结果连词 我们来看一下 c connectoren mit consecutive bedeutoren 表示结果意义的连接词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把它细分一下 这里呢 我只讨论 表示结果意义的连词 其实呢 这是 conjunction ok 我们重点掌握四个连词就可以了 不要管它什么连接词 因为连接词的这个帽子太大了 好 那么四个连词呢 主要有 deshalb derhe aufgrund dessen und so das 都表示因此 或者如此 以至于 表示某一种结果发生了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重点看两个例句 来理解一下 后面这两个 so das 和 aufgrund dessen 第一句是用 aufgrund dessen 表示因此 这个预计划 provociert 一个 准备的 freizeitnot aufgrund dessen werden die aktivitäten verkürzt oder mit andchen kombiniert 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 我们用 aufgrund dessen 后面如果有 des的话 它就是一个 原因连词 但是后面 如果没有 des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 结果连词 因为这时候 少了 des所接的 一些原因 所以它就变成了 一个结果连词 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个短语放到 句子当中的意思 前面还是保持不变 这种功过于求 引起了一种 休闲时间 紧迫的感觉 因此呢 各种活动就被缩短 或者与其他的活动 合并了 所以这里 aufgrund dessen 指代前面的原因 因为前面的东西 所以怎么样 它有一种因词 表示结果的意思 OK 好 第二种 同样表示结果 用 so das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他如此的激动 以至于说不出话来 OK 所以 so mit adjective und das 表示如此 怎么怎么样 结一个形容词 以至于 怎么怎么样 最后呢 是一个 des从句 动词放在句末 好 好 这是第三块内容 下面呢 我们看最后一块 第四款的内容 Fieters so adverbium mit consecutive 一些表示结果意义的 副词 其实就是一些副词了 那这里呢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副词 来讨论一下 就是刚刚所提到过的 deshalb und derhe 要注意的是 deshalb und derhe 它在德语当中呢 其实可以充当连词 也可以充当副词 具体呢 要看它在句子当中的 什么位置 OK 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第一个是用deshalb 书本上的例句 还是这个内容啊 没有做替换 所以还是这句话 Dieses überangebot provociert ein geführ der Freizeitnot Laut studie werden deshalb dieaktivitäten verkürzt oder mit anderen kombiniert 这种功过 与求überangebot 引起了一种 休闲时间紧迫的感觉 紧迫感 各种活动因此呢 就被缩短 或者与其他的活动合并了 好 这是第一个句子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后面第二句当中 deshalb 是放在句子中间的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是充当一个adverb 是一个副词的作用 那什么情况 deshalb 它是一个连词呢 要这么说 中间要改成逗号 从beizep 从beizep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provoziert 一geführ der Freizeitnot deshalb werden laut studie dieaktivitäten verkürzt oder mit anderen kombiniert ok 看到没有 所以在这个句子当中 改写之后的 这句话当中呢 deshalb 充当 逗号 后面的一个连词 后面 紧跟 werden 第二位的 依然是一个 注动词 ok 好 理解了 deshalb 之后呢 deher 的用法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 副词 deher 因此 zweitens zumbeizep dieses überangebot provoziert 一geführ der Freizeitnot laut studie werden deher die aktivitäten verkürzt oder mit anderen kombiniert 好 这句话呢 只是换了一个 deher 意思 是一样的 就不讲了 ok sehr gut 好 那么通过这两个例句呢 我相信同学们已经理解了 deher 跟deshalb 这两个单词的用法 那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是副词的话 它可以放在句子的中间 放在一个位置 那如果是充当连词的话 它必须是跟在前面一个句子 加一个空码 那紧跟一个连词 然后呢 动词放在它的后面 不管是注动词 还是位语动词 ok ya schon gut ok 那么刚刚讨论的这些例句呢 Klaudia给大家重组 划分成四块内容 那么首先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 对这个connectoren 所谓的连接词 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那在真正的德语使用当中呢 我希望同学们 重点要明确的是 哪些是连词 哪些是借词 哪些是副词 对吧 那所谓的连接词 是泛泛而谈 是一个非常大的帽子 那大家需要掌握的是 Klaudia刚刚给大家 分成的四块 那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呢 其实是分成了 第一块 原因介词 第二块 原因连词 第三块 结果连词 第四块呢 是表示结果意义的副词 OK 这四块内容 是大家需要掌握的 另外刚刚所讲过的 这些例句呢 完全都是书本上 187页和188页的 大家可以做好 相应的笔记 可以重新调整一下 OK 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 巩固的练习吧 把书本翻到188页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系列的 跟前面的语发点 相关的复习练习 题目要求是 请用原因介词 或者原因连词 来改写下列句子 OK 所以这个题目本身呢 是非常具有灵活性的 它要求你用 原因介词 或者原因连词 来改写句子 下面大家会看到的练习呢 句子当中本身 有使用一定的原因介词 或者原因连词 这时候呢 大家的思路就是 我看到介词 我还是可以把它改成 另外一个介词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也可以把原因介词 改成原因连词 这时候呢 大家灵活的去改写 都是OK的 这里呢 为了统一一下 大家的思路 首先呢 我对大家提一个 基本的要求 在改写的时候 如果遇到 连词 一定要首先尝试一下 把它改写成 这是最基本的 或者说看到 把它改成 连词 除非在有一些句子 当中可能会行不通 那么这是第一点 大家要做这个尝试 第二点呢 剩下的就教给大家自己了 如果你看到这个介词 我想改其他的连词 改一个连词 改两个连词 改三个连词 都想改一下的话 也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尝试着 把这些句子修改一下 OK 好的 下面呢 我先来做一个 比如 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用第一句句子 说 比如 这句话 这句话先来理解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句子 我们好不容易看到 一个新的例句 对吧 他尝试过登上 喜马拉雅三次 但是三次呢 他都不得不因为 天气的原因 或者因为 他的高山病 高原病 而放弃了 放弃攀登了 首先呢 这句话当中 有几个好的表达 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首先呢 我们说爬山 登顶 登上一座山 我们可以用 Einberg oder den Himalaya Besteigen 登上一座山 登上喜马拉雅 这是一个急物动词 Besteigen 另外呢 一个疾病 大家了解一下 The Hühendkahnkeit 非常好理解 Weegende Hühre 因为高 因为海拔高 所以这个就是 高山病 高原病 呼吸困难 等等 第三个 大家一定要认识的 etwas aufgeben 急物动词 放弃某事 放弃了 好 那么回到这句话上呢 我们发现 他使用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原因 借词 Wegen 对不对 mit genetive 第二个 所以这里呢 我们首先考虑 能不能把它换成 Weil 连词 当然可以了 所以这句话呢 就改成 Dreima Hat er versucht den Himalaya 会换一些表达 比如说我们说 Wegen des Wetters 因为天气的原因 天气有什么原因呢 当然是天气 不好啦 当然这里呢 大家可以说 Weil das Wetter nicht gut war oder schlechte war 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这里呢 我就要给大家 一个新的表达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我们说 Das Wetter hat nicht mitgespielt 天气没有参与进来 没有 mit spielen 这个句子就表示 Das Wetter war nicht gut 天气比较糟 war schlecht 那么反过来呢 我们同样可以说 Das Wetter hat mitgespielt 今天天气很给力啊 很不错 相当于Das Wetter war sehr gut 天气很好 分和日丽的 OK 所以这个表达呢 大家可以记忆一下 非常好的一个表达 好的 下面的句子呢 就交给同学们 自己去改写了 遇到一些比较难转换 不好表达的地方呢 要尝试着用自己的德语 学过的表达出来 尽量的改写出来哦 OK sehr gut schon fertig 做好了吧 下面呢 就跟Claudia 一起来仔细的看一下 看看自己有没有改对 我们先来看 satz B 第二句 因为疏忽 它多删除了一行 ausfersien 还是主观上的原因 应该可以避免的 它没有避免 这是一个原因介词 所以呢 我们首先考虑 可不可以改成为 当然可以了 所以这句话呢 就改写成 同样表示一种 疏忽的意思 他没有注意 因为疏忽了 它多删了一行 因为它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疏忽 verseen OK 所以是同一个意思 检查一下看 你有没有表达出 这一层意思 所以不一定要用 它原词 verseen 你可以用其他的 表示注意到 关注到 忽视 或者等等等等 都可以 Next satz C 下面一句 他不能在这里当音乐记者 因为他必须要学习德语 这里的因果关系呢 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对吧 为什么不能当记者呢 是因为他没有时间 必须要学德语吗 或者 Egal 随便了 无所谓 这句话本身呢 使用的是 首先呢 我们考虑 能不能改成 wegen 这次wegen 可以吗 好像不太恰当 比如说改成 可能只能改成这样子 但是这样不太地道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换一种 连词 换另外一个原因 连词 我们使用一个 aufgrund dessen das 看上这个 大家能不能改过来 改写之后呢 这句话应该是 Als music journalist konnte er nicht hier arbeiten aufgrund dessen dass er Deutsch lernen musste 他不能在这里 当音乐记者 是因为他必须要学德语 OK 好 这边呢 我们就巩固了一下 aufgrund dessen das Sehr gut 下面一句 我们来看 satz D 第四句 An neuer so auf keinen Fall geflüge his wird werden den nach dem alten Glauben fliegt das Glück mit dem Federfied davon 这句话当中呢 有几个表达 要注意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用an neuer 不用im neuer 这个要注意 包括an Weihnachten 在圣诞节的时候 另外一个geflüge 大家应该都认识了 我们在第一单元 essen当中就学过了 这是家庭 情类 不能有情类 第三个要注意的是 我们说derglauben 我们的信仰 人的信仰 注意它是一个 阳性弱变化的名词 在第二第三第四格的词位 通通要加上一个in 表示阳性弱变化 所以这边才会出现 nacht im Eitenglauben 根据传统的信仰 古老的信仰 怎么怎么样 这里要加in 最后一个单词呢 das V 同样表示情类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的意思呢 就是在新年的时候呢 绝对不能有情类的东西 端上桌 端上来吃 of dem Tisch his wird werden 因为根据传统的信仰 或者说古老的信仰呢 幸福会随着家庭飞走 fliegt davon 飞走了 OK 那么这句话当中呢 使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原因连词 不占位的 用的是din 那么我们首先考虑 能不能用 vai来替换呢 ja natürlich 当然是可以的啦 所以第一种改写方式 用vai an neuer so auf keinen Fall geflüge his wird werden vai nach dem Eitenglauben das Glück mit dem videvidevone fliegt 意思是一样的 非常简单 因为幸福会飞走 那么另外呢 我们就考虑 用完连词之后呢 能不能用戒词呢 我们用wegen介词来改写一下 同样是可以的 这句话就改写成 an neuer so auf keinen Fall geflüge his wird werden vai nach dem Eitenglaubens das das Glück mit dem videvidevone fliegt 这句话我们来理解一下 特别是刚刚有尝试 用wegen来改写的 看看你改的 跟我改的是不是一样 前半句呢 是一个破框结构 可以看出来 在新年的时候呢 绝对不能有 情类的东西 端上桌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传统的信仰 什么样的传统的信仰呢 就是幸福会随着家禽 飞走 所以前半句呢 wegen des Eitenglaubens 这是一个二格结构 并且是一个破框的结构 我们把主动词 verden放在它的前面 那么这个二格结构呢 就会跟后面的原因 das更接近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同样我们可以用 das来解释这个原因 OK 好 那么这句话呢 比较难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就可以了 OK sehr gut Next E satz E 48位旅客 在这样梦幻般 美丽的地区呢 迷路了 并且冷得色色发动 这句话呢 用到的是一个 for forcate 因为很冷 不自觉的 不能控制的因素 那么我们考虑 能不能用 why来改写 首先呢 改写成 abolized 好好 你 千万不要改成 因为他们冷 当然不是他们冷 是天气冷 OK 好 所以呢 48位旅客 迷路了 他们色色发动 是因为冷 好 那么这是一个 连词外 最基本的改写 这句话如果要改得更地道一点 其实我们最好的是用一个结果连词 题目要求呢 我们只能使用原因连词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突破题目的条条框框嘛 尝试一下 这句话呢 我们用更好的表达用 这么以至于这么冷 以至于他们发抖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同样可以这么表达 整个句子呢 用一个现在词 首先我们说 表示在什么地方迷路了 它可以做一个不久动词 走失了 迷路了在某个地区 在某个景区 或者在某条街上 或者在某个森林里 迷路了 以很对 另外一个呢 我们如果表示人冷 最好得说 mir ist kalt 而不是说 ich bin kalt 这个不对啊 好 所以呢 他们如此的冷 以至于他们发抖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用做 das 一个结果连词 好 下面一句话呢 satz f 来看一下 jedem bundesland Limburg 这个城市呢 它在 Nordheim Westfalen 北威州 所以呢 在不同的州 那么这是它的背景 另外一个第一句当中 从语法的角度 我们要认识一个词汇的用法 et was steht jemandem zu stehen jemandem zu stehen 这三个的 表示某人应当得到什么 或者说有权利 做什么 做某事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 它的意思呢 就是 每个州都应该在 新的路线上 在 新的路线上 有一个 成绩特快火车站 因此的 Montabau 和Limburg 这两座城市呢 都应该建立一个 成绩特快火车站 这样才能连接起来 这个交通枢纽 OK 好的 那么回到这句话 本身呢 我们发现 它使用的是 一个结果连词啊 表示因此 怎么怎么样 那么我们发现 它其实并不是表示 不是原因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题目本身 是要求你用 原因连词 跟原因借词 这里却出现了 一个Deshalb 它是一个结果连词 所以题目本身 不是特别的严谨 首先我们考虑 用连词外来改写 这句话呢 可以改写成 这句话就可以改写好了 因为每个州 都应该在新的路线上 有一个成绩特快火车站 所以呢 Montabau和Limburg 这两座城市呢 都应该建立一个 成绩特快火车站 OK 因为发货问题 我们说 Lieferhorn 发货 发货 大家在网上买买买买的时候 关注这个快递 有没有到啦 有没有发货啦 这个就是Lieferhorn OK 因为发货问题呢 这个包裹 这个快递 比预期的来得晚了 快递包裹 DAS PAKET 句子本身用的是 GETZWEGEN 那么我们考虑用 WAR来改写 先改成WAR WAR 因为存在发货问题 所以呢 这个快递 比预期的来得晚了 OK 最后一个句子 ZATZH 因为他忘了戴手表 所以呢 他整整迟到了 一个小时 OK 所以这个 DAS PAKET 看起来比较复杂 但其实呢 做一个成分 接一个原因就行了 并且呢 是一个重句的方式 动词要放在最后 因为 忘了戴手表 OK 好 句子本身呢 使用的是 Aufgrund dessen das 这是一个原因连词 接原因的 首先呢 我们还是用一个 原因连词 WAR ZUM BĚSBIT WAR EZE ANE URFIKISTEN HATTE KAM ER EINE GANZE STUNDE ZUSPÊT 因为他忘了戴手表 所以呢 他整整迟到了 一个小时 OK ZER GUT 那么这就是一个 KAMATISCH UBON 这是一个语法练习 在这个练习当中呢 我主要讲的是 VEGAN跟VEIER之间的互换 大家能不能正确地使用 对借词跟连词的用法 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在这些例句当中呢 我可能没有一一地讲到 其他的一些连词跟借词 一一对应的替换改写方式 前面的规则已经交给大家了 包括他后面应该跟从句 动词应该放句末 还是他跟一个形容词 他表示原因呢 还是表示结果呢 那么规则 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 所以剩下的 我没有讲到的一些改写的方式呢 就交给同学们 自己去对应的检查 一定要记住 每个词他所表示的意思 以及他的使用方法 OK OK